VGa開心看頭團 SARS約我來Vhome港中新的門店 有這麼多金蛋放在這裡,選什麼? 沒錯,因為我們為了答謝各位客戶對VGa的支持 我們特意開關之後,只要跟我們VGa成交的新的業主 我們都可以拿到新港中心,可以敲一隻金蛋 如果是跟我們VGa看樓團開關之後,買了樓 我們VGa還可以讓大家敲一隻金蛋 最貴的獎物,好像按摩兩萬多元一張 還有很多電器,日常的生活用品 加上我們拿到十多萬出來,讓大家來敲金蛋 只要你是新的業主,再使用我們匯款公司的服務 我們都會送你一次,敲金蛋的機會 好,如果之前幫我們VGa看樓團買了樓的業主 怎樣登記? 只要打以下這個電話,去我們預約登記 就可以做一個手續了 到時就可以來到新港中心LG店 敲金蛋 記得打電話 打電話 HELLO 大家好 VIGA Daniel 今天來到中建九月灣 相信這個公寓有很多不同的人介紹過 不過好東西不怕再多說 今天我想說說八號樓的一個公寓的位置 它是一個可以看到海景的公寓 雖然沙盤看上去好像不是那麼近的海 但是其實它旁邊這裡 南沙公安局和南沙司法局其實就在旁邊 你知道這兩個政府大樓前面 看過韓拍都知道前面就是沙灘 而且它們都是一些比較矮的建築 大概四到五層樓高 所以也是來我們這個中建九月灣有一些距離 前面就是一片的沙灘 其實這個沙盤做得沒有那麼準確的 因為我們有發展商的人上過去 看過拍了一個實地的相片 你會看到在相片裡面看到 那個司法局和公安局其實就在旁邊 已經是不會再起樓的了 因為前面太近海了 就不會再起樓的了 雖然而且從我們的八號樓那裡 那個08單位那邊看出來就是一片的海景 如果想看海景的話 08到16這幾個單位其實都是看海的 那不如我們去看看這個樣板房是怎樣 看看公寓了 最近都有一些客戶問回我一些小面積的單位 那麼這個中建九月灣這裡就是一個望海公寓 那麼這個38方就分佈在這個11、12和15號房的 這三個房號就可以望海的 其他房號就看不到海的了 那麼這個門口和指紋密碼鎖都是家路標準 不過你今天看到的家路標準的牌子還未定的 那麼所以你先參考著 那麼另外懸關隔離的位置就是有一個這個樓梯位 那麼到時候這個樓梯位都可以做一些儲物空間 那麼門口進來旁邊就是我們的toilet位置了 說真的這個toilet其實真的不算大了 所以我做不到乾濕分離的 這個鏡櫃啊 那麼升盤啊 加熱標準啊 馬桶 那麼這裡就是個企光 小小的企光位置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放這個電熱水器的地方了 這個就是 好 那麼我們出去客廳看看 有些少少像studio的感覺 那麼到時候呢 這裡呢 是交付標準 是不會有這個櫃的 都不會有這個七油煙機的 到時候要自己安裝回 這裡就放電磁爐的位置了 那麼跟著呢 水龍頭 對 這個那個下面這裡放洗衣機的安裝位置 好 然後這裡可以呢 切一下菜 那麼這裡的這個位置呢 都不是交付標準 這個吧桌 這裡到時候呢 自己可以找回一些裝修公司呢 幫你去設計回這個位置 對呀 用餐區域 那麼這裡 那麼這裡 那這個小小的 我想木刷應該都是三米多左右的 三米左右這樣而已 不過呢 它的樓高就比較高 是四米五的這裡 那麼這裡 所以就做了一個大中空 這裡就是 那麼其實呢 到時候它是 這個膠樓錶樁是有精裝的 十樓以下呢 是帶裝修的 那十樓以上呢 就是這個無批單位 喜歡怎樣裝修都可以 因為呢 有些客人呢 就喜歡把上面那裡 呢 隔了整層 它不留中空 那上面呢 房間的位置就比較多些了 那但是呢 如果你說 我想好像 做完這個 裝修膠樓那樣呢 就買十樓以下 那麼就做好這個裝修給你了 那麼繼續說回那些樓 那到時候的窗子呢 都是這樣 類似這樣交付的了 好 上去看看 那麼 白色雨膠七長 還有這一樓呢 這一層呢 是會全部做完這個瓷磚地的 二樓就會做這個木地板地了 那小小吐槽的地方 那個樓梯呢 那個扣子呢 真的就比較斜下的 好 上到來這裡 這裡呢 這裡呢 這個走廊的位置 就是外面呢 走廊上面的位置 偷出來的空間來的 那麼這裡就是一個儲物空間 全鎮鬆面積 好 睡房這裡啦 這裡就做一個書桌啦 你不做書桌 你就可以做三櫃啦 那麼這裡 就放了一張 Queen Size的床 這裡就 那麼做了中空的話呢 好處就是呢 外面的光呢 透上來上面那層 透得特別舒服一點 那麼這樣看回去呢 那個視覺效果都挺正的 這樣 居高臨下的感覺 好 那三十多方 說真的那句 如果你是兩夫妻住一下呢 就真的挺夠住的了 因為它總價都挺便宜的 這個呢 如果你低層一點呢 就大概六十萬左右有交易 高層一點就貴一點點 不會貴得很多的 那麼還可以十樓以下呢 就帶裝修膠樓 那麼你不想帶裝修膠樓 你就買十樓以上 那麼自己找設計師就設計了 那麼我們看看一個大積一點的 那 之後我們會看一個六十幾方的 六十幾方的話呢 那麼那個就是一個三房戶型 六十幾方還可以通賣煙氣的 那麼我們現在去看看 好 你看這個六十五方的了 那麼空間大很多 進來呢 先是有一個圓關位置 和這個呢 飯廳的位置先了 好 那麼再轉一轉過來 旁邊這個位置就是 第一層的 這個廚房空間 哇 六十五方始終呢 都是寬很多的 那麼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呢 臨了空間呢 伸直一隻手都有特技的位置 好 你看到這些呢 就是一些交樓標準來的 不過呢 有時候呢 用一些牌子可能會改一改 那樣 那麼另外呢 這個樓梯呢 這個都要當是一個參考 到時不一定是用這種材質的 對了 那麼客廳的位置 也是四米半的一個中空 對了 那麼選零八到一六的房號的呢 都可以看到海的 那麼其他就看不到海了 就是看內緣那樣的 零八到一六 對了 看著那幾個房號來選 因為那幾個房號來看海 好 第一間房 那我想說回呢 一樓呢 這裡呢 他們現在是做木地板 藥板房 其實到時候是會做磁磚地 那這邊呢 就放一個 雙人床 那可以放到 queen size 都沒問題 因為其實這裡 空間都很大 那麼 大玻璃 對了 最好選擇零八 零八那個轉角位 corner位 好 好 再看這邊 就是那個 衣櫃的位置 這裡 好 看看客廳 客廳就不算真的很大 說真的 就 目測 這樣看上去 應該都是三米左右 四米幾的中空 所以整個大吊燈 一點都不會覺得壓抑的 好 我們上二樓看看 那六十幾方的樓梯就好上很多了 好 上到來呢 兩間房間 加一個toilet 中間這裡呢 就是二樓的一個 小型的這個偏廳 我想說這個叫做 那這邊有一間房是沒有窗的 這個就 那所以到時候呢 這裡呢 會做一個玻璃 來通一通 通一些採光 這樣 那 這個位置 就是它本身的走廊位 偷了出來 就當一個陣送的空間 給我們業主用 這間房就放了一張小床 小的單人床 這樣 所以用來做書房會好一點 然後呢 二樓 和這個一樓 那裡的toilet的位置 是差不多大小的 對了 再看看這個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間 其實都跟下面那個 是一模一樣的大 已經是 clean size床 三邊落床 還有旁邊的大衣櫃 對了 這邊呢 選擇這個 08到16單位的話 就會有這個海景看 到時候呢 而且這個是一個南向望海 我覺得是 確實是不錯的 好了 最後呢 我們說一下廚房 好 六十幾包的好處呢 它這個可以通燃氣的 可以用這個天然氣爐 有這個叉油煙機 一些櫃子 還有這個星盤 下面這裡就放洗衣機的位置 預留一下 放部的滾動式洗衣機 好了 這裡有星盤 洗 切 煮 空間分佈得非常合理 不過呢 雪櫃呢 你就一定要放在這個位置 通常都是 樓梯底下方 做一些儲物空間 同樣 十樓以上呢 就是全部都是毛皮膠的 十樓以下呢 就是帶精裝膠褲 到時候呢 詳細可以看我們精裝膠褲的列表 問發展商我可以有的 好了 說說價錢吧 六十五方 均價17000-18000 我當17000 那大概呢 110萬左右呢 就有交易的了 當然啦 樓層高一點的話呢 價錢也貴一點 那但是你說呢 我想買高一點樓層 但我又想有這個裝修 可以跟發展商商商商 看看呢 會不會有些裝修套餐 可以加進去的 到時候呢 詳情就問回發展商那邊 那今天看完這個 這個喜歡九月彎啦 那經常的客人都問我 南沙有沒有海景樓 這樣呢 這個 看看你會不會喜歡呢 如果你想過來看看樓的話呢 就聯繫我 979-44382 979-44382 我們每天都有團出的 提早跟我約就可以了 好 今期節目差不多 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 3 1 2 2 1 2 1 1 2 算 2 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